好 日本是美債的这个冠军国 超级这个大户 日本就也在推动 也在卖美债 那这个抛售的规模 可能会达到九千亿美元 九千亿耶 日本美债持有总额 十一月份缩水到一点一二兆 连续三个月减仓 这是美国仍然是最大的一个外债国 那俄罗斯也是 俄罗斯当然了 这个早就开始做一些避险的一些处理 有没有 美债降到了只剩下二十亿 那土耳其几乎清仓了 几乎清仓的概念 全部拿去卖黄金 那Business Korea也报道 亚洲主要的经济体都在卖美债 还不止 不止这些国家 还包括韩国 跟外汇市场干预有关 到今年九月为止 日元人民币 韩元兑美元的汇率 下跌了百分之十九 百分之十跟十七 因为这个美元这个汇率飙升 美国这个升息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北京跟首尔也透过出售美国公债 来进行干预 那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罗杰斯大家都认识吧 华尔街的金融 他告诉大家为什么 美国债务无处不在 美国债务 债务 美国债务无处不在 印钞也无处不在 也就是说美元的体质很弱 所以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 最终的美国将要付出代价 看到没有 他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 美国联储的政策 针对自己的经济 而不考虑溢出效应的时候 就可能透支 美国金融资产的信贷 看懂了没有 看懂了没有 一连串的操作 所以专家的结论 后美元世界即将要到来 后美元时代即将要到来 这个台湾很多这个投资人 吹捧的财经专家 谢金河跟绿云很亲近的 也是这样讲 这个美国联准会暴力升息 所以今年是美国一九八零年以来 最严重的通膨 虽然有回稳的基础 但是美国通膨指标反转向下 美债也出现了抛售潮 介大使怎么看 这个全球我们看到各大国 都在做这样一个动作 出了什么大事 短期的话就是要维持自己本币的价值 就是说因为他要出售美元 买自己的本币 像日本过去 他央行不太干预日币 可是如果他掉到一比一百五 那个时候大概掉到日本 最最最日元最低的 日本的那个日本的GDP 要用美元换算 从五兆美元跌到四兆美元 所以那对日本来讲 是非常严重 而且那时候还有继续继续掉 结果日本央行进场 进场就是买日元 那当然是卖美元买日元 所以这个他就抛售了很多美元 那中国大陆也一样 所以韩国的这个Business Korea 讲的是短期最主要因素 就是大家为了保护自己本币的价值 所以卖美元 卖自己的货币 那长期来讲的话 这个Rogers他们讲的 就是讲美元长期问题 因为美国现在 他的很多这种财政的做法 美元的政策 是以牺牲美元长期的债 长期的信用为代价 那尤其俄战争以后 他把这个他今天没收了俄罗斯政府 跟民间之前三千亿美金 这是人家存在他的面前 不是美国的钱 对 结果美国把他说 我把你冻结了 我把你我把你没收了 所以那手上持有大笔美元的国家 就很怕 说我今天下一次我跟你关系冲突的话 你是不是也把我美元也吞了 所以这是一个避险的动作吗 这是避险的动作 所以现在俄罗斯他基本上最大的动作 就是希望他将来他在做这个 尤其是这个贸易的时候 他希望用人民币来做支付的工具 那他既然需要大量人民币 他的他的本身的这个外汇存抵 他就要掌握大量人民币 那俄罗斯在推这个项目 推的推的蛮快 那还有就是伊朗 伊朗事实上跟中国大陆 尤其在这个石油交易 他们过去签了二十五年 四千亿美金的这个石油 这种交易 那么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要用人民币 当然不是完全 那基本上就是要避险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就欧洲来讲的话欧元这次也被美国 这个割韭菜割得很厉害 所以其实美元这个霸权到现在就变成 他让大家都吃亏 没有因为使用美元或持有美元 而享受到利益 你知道这个Swift这个system 是非常荒谬的 你所有你要进行 你要进行贸易的时候 你要换成美元的时候 你都要经过纽约的这个 一个交易系统 这每经过一次 他就收一笔手续费 他手续费很贵 很贵 所以美国人事实上靠这个Swift system 他事实上是二十四小时 包括睡觉的时候都在赚钱 而且数量非常的大 那所以这个这个部分 随着美国自己扎自己美元的招牌 那事实上他现在这个长期 中长期他有危机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国债 美国事实上在川普的时候 美国的国债大概差不多十七兆美元 已经超过美国的GDP 因为美国的GDP 美国GDP是二十三兆 二十三兆 可是美国现在的国债 是三十一点五兆 他已经超过他的GDP 将近一点四倍到一点五倍 那这样子的一个国家经济 高额的这个负债国家 你说你对他的经济 你对于他的整个货币 你会有信心吗 所以如果美国继续这样子 以这个印美超来解决他目前的这些经济问题 而且用升息的方式把美元的这个把这个全世界的资金吸到美国来 那这个这个这个然后造成美元的升值 这种实在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所以事实上在美国在这个要要对通膨的问题 实行快速升息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国际组织都在警告美国说 你这个升息这不是你自己本身的事 因为你会造成美元大批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回美国 那你造成很多国家他本币就要贬值 贬值 然后呢美元在靠着这个 靠着这个不断的这个升息 大批美元回美国的时候 他的币值也必然涨 所以他便宜的收回美金 然后在他价位高的时候 他要拿出来用 这个就是割韭菜 那美国这种做法的话 现在已经等于说 以不是以零为货 以全世界国家为货 在刮收人家的资产 然后自己缺钱了 他就印钞票 为什么一下从十七兆 变成现在三十一兆 就是美国在面临 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 他一直发钞票 就印钞票 发钞票印钞票 然后美国的国会也 美国国会也几次开绿灯 因为美国国债 他有一个上限 他每次到顶的时候 都要国会同意 可是每次到顶的时候 不管是共和党 民主党 大家就航瀉一气 都把他提 一直让他这个国债提 现在三十一点五兆 那你想想看 你要对这个在台高足的国家 你对他的货币 你要有信任的话 那就是你自己判断力不够 所以美元 我看短期中期长期来讲 大家现在就是想要找一个替代的货币 那么要赶快的来转换过来 对这个替代货币 当然还有包括这个自己本币的思考 所以我们看IMF八月份的报告 这个美元在全球央行的国际储备的份额 也不断地下降 二零二二第二季度 降到了二十六年来的最低 二十六年来最低 两千年的比例是百分之七三 二零一四的降到百分之六十六 而这次只有到百分之五十八点八八 六成都不到 快要破百分之五十了 这是一个警讯 另外SWIFT 刚介大使讲 大千人来看 最新公布 成就主要的货币使用 这也是 二零二二十一月份 前五大的排序 美元 欧元 英镑 日元 人民币 日元跟人民币 是为二的雅币入列 在占比的部分 人民币的占比高于 二零二二年的同期 他的这个金融成长了百分之十五点六四 这个占比非常快 你看到在这个外汇储币的部分 占比也飙到了百分之二点八八 一下子飙到了这个前五 快要跟这个欧元可以并列了 而且如果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习近平访问 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动作 如果真的如同外界预期的 可以让中东国家接受 用人民币来进行石油的采购的话 这对美元来说 当然又是另外一次的重重的打击了 那么IMF讲的这个数字 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就是说你说国际储备的份额 为什么会降到最低 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 手上要储备美元 不外乎两种可能 就第一个 因为国际贸易要用美元 所以你手上必须要储备足够的美元 那么但是如果当今天美元 在国际贸易当中的 这个占比持续的降低 不管是用人民币或者是欧元 甚至用日元 都可以来进行相关的贸易的时候 美元的重要性 当然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高了 那这些国家手上 不必要持有这么多的美元 然后再加上说 美国的这个财政状况 实在太糟了 就你手上报这么多美元 刚才大使已经提过了嘛 就是大使提到 跟Rogers讲的 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这个货币 每一个国家的货币 就好像是一个公司的股票 类似这样的概念 就是当这个公司 这个债财高足 当这个公司看起来 这个经营状况很烂 那你还会相信 这个公司的股票会持续上涨吗 就你报了这个公司 所发的股票 或者是你报了这个公司 发的公司债 你难道不担心它会跳票吗 所以其实美国 这一次你看到的 这个大规模的美债被抛售 不外乎是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刚才大使也提到了 就是对美国相对来说 有威胁性的国家 看到了俄罗斯的下场 大家纷纷都要寻求 安全的保全之道 俄罗斯之所以 没有被踢出 SWIFT的机制之后 这个卢布垮掉 就是因为当时 这个普丁最重要的财经幕僚 早在好几年前 就开始抛售美元了 他一直抛售美元 抛售美债换黄金 所以尽管美国没收了俄罗斯 在海外的这些 相关的美元资产 俄罗斯仍然撑住了挺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任何问题 卢布也一样稳稳的 在相对高的水平之上 所以当大家看到了俄罗斯的操控的模式 对中国大陆来讲 什么对伊朗来讲 对中东国家来说 大家都怕变成下一个俄罗斯 这是一种唇亡齿寒的效应 所以因此大家开始抛售美债 一点都不意外 第二个就是Rajus讲的 如果今天你美债 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扎实 所谓的美债就是如果今天美国是一个公司 他就是发债去跟大家借钱 那你想想看 这公司如果快要倒了 你还敢接受他的债务吗 你还敢买他的公司债吗 所以大家当然就把 这个投资者当然就干脆把这个债抛掉了 因为他可以换到其他相对 更有安全的资产 那么当然第三个就是 我们提到的 现在看到的很多国家 因为美元升息 所以他必须要抛售美债 想办法来挽救自己国家的汇率 否则亚币再这样扁下去简直是 这个毫无止境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日币 就日元先生已经出来讲话了 所以日元的政策已经开始反转了 因为日本撑不下去了 所以现在外界预测说 日元可能会涨回到 这个120左右了 就是日元已经开始走反转的趋势了 当然最后一点 就是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所有国际的这个金融界人士 都认为美国还会再升息 所以当美元还会再升息的时候 你手上抱着过去的美国公债 对你来说不是一笔划算的投资 你还不如现在赶快把美债换了 你拿到美元 你去做其他的相关的投资 就算你存在银行当定存都未必 所以大线同意吗 后美元时代必要到来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照现在美国这种操作模式 我想大使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你就牺牲全世界 割全世界的韭菜 然后去挽救你自己的经济 其实我相信 就是世界各国已经受美元的这个胁迫 已经受得够久了 我们忍得已经够久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次又一次的各式各样的因素 而造成了美元被大家抛售 或者是美元被大家不信任 当然后美元时代就会来临了 经常就晚上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